由美英法德、加拿大、意大利、日本等国组成的七大工业集团G7领袖峰会 13号胜利落幕 各国在会议中触及多项议题 而中国问题也是焦点之一 G7领袖一致认为 面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有必要讨论出与之抗衡的因应之道 这次中国的领袖有提及 G7领袖与人材负责 中国人权问题存在许久 但近十年来的G7领袖宣言与公报 未见任何明确指责中国的字眼 这次清楚点名中国人权问题 公开呼吁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更首度提及被中国视为红线议题的台海 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多次强调 要联合盟友因应中国挑战 也将人权置于美国外交政策核心 这回成功透过公报 联合G7领袖对抗中国问题作为 在在显示拜登合纵连横外交政策初步奏效 让以往碰到中国议题大多闪避静默的国家 逐渐愿意公开表态 除此之外 针对全球疫情 G7也呼吁中国配合WHO 就这场全球疫情起源进行第二阶段的透明调查 至全球疫苗短缺分配不均的问题 G7正试图导证 并承诺未来一年内将供应10亿剂疫苗给贫穷国家 另外G7领袖也承诺 继续进行各自国家大规模振兴措施 并支持G7各国制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为15% 打击企业逃漏税 如此一来有助解决不公平的现况 这阳社综合报道